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请看着 物恶 显于众行德 从这里开始 分恶 己一曰众行以章献报 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 显于众行德 就是说 除了听经有功德之外 其他的读经 印经等等的 每一个都有他殊胜的地方 约众行以章献报 是就着读经 印经等等的功德 来彰显现世所得的果报是哪一些 经文 获父有人以身信心 于此大愿受持独送 乃至书写一事聚迹 殊人除灭五千页 所有世间身心等病 种种苦恼 乃至佛刺即为成数 一切恶业皆得消除 这里说到 以身信心 那么是什么样的信心呢 就是 身信三立不可思议 每一个愿呢 它能够成就 那么就是 一身复现叉成身 一遍离叉成佛 那么赞叹也是种种的 那么这当中呢 有一个要具备的 就是这个身信三立不可思议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么三立呢 我们经常地讲 那么第一个佛力 佛力不可思议 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第二个呢 是法力 就是啊 比方我们寿司 或是独送 慧音品 那么这是啊 这样的一个修法 再来是心力 我们本具的佛性 因为三立不可思议呢 所以啊 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普贤恨愿 也就是呢 加持有人能够以这个坚定不移的信心 对本经来受识独送 乃至输血 那么就能够啊 快速地灭出啊 这个重罪了 在这个慧音品书上当中提到 这个大臣的教法呢 有十种修行的方法 所谓的十法行 在这个十种的方法当中呢 这里啊 只举出四种 这一段经文只只有列出四种 就是受词 读 诵 书写 这四种 所以呢 其他的就用两字啊 乃至这两个字来包括了 那么这个十法行啊 第一个就是书写 书写 因为呢 种法的缘故啊 所以经常地啊 自己来抄写经典 古代呢 这个印刷术不发达 所以大多啊 要自己来抄写经典 第二呢 是供养 经常地用这个香啊 或者花来供养经典 并且呢 对放置佛经 佛术的地方啊 要有恭敬心 比方藏经楼啊 图书馆等等的 有经术的地方我们都要恭敬心 那么这也是一种供养 第三是施他 就是呢 送给他人经典 劝对方啊 来读诵经典 让他来学习佛法 有这样的一个因缘 学习佛法 或者呢 将经典啊 广为流通 或者呢 自己将这个诵经的功德 回向给他人 这个都是属于啊 施他的情形 第四 听文 就是呢 经常地听文教法 或者呢 专心来听他人读诵经文 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一般呢 我们听文会认为啊 就是我来听经文法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对方诵经 我来听他诵经 这也是个修行的方法 那么我们听经文法就 不像啊 世间啊 听这些咸言咸语的 咸话 所以呢 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 能够听得懂 当然很好 呃 仲然呢 是听不懂 那么 做了个事 呃 听不太懂 呃 但是起码呢 我们身口一三页 还是清净的 那么三页 清净啊 就是修行 何况呢 我們如果啊 在文法当中啊 能够啊 了解他的意理 那么这个功德啊 就更加的殊胜 所以说呢 听经啊 也是一种修行 好 第五 阅读 就是越看经典 或者是读诵经典 用看的或者是用读的 这也是个修行的方式 第六 受持 就是领受教法 一词不忘 那么受就是接受的意思 持就是保持 就是我们接受了这个教法之后 我们受持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那么一词不忘 这个意思 第七 开眼 就是为他人来开示经典的文艺 眼说正法 使令对方能够升起信解之心 第八 背诵 这个背诵就记忆文句 就是背经 比方我们能够将心经背起来 将这个阿弥陀经背起来 那么或者金刚金黑米背起来 那么经常的背诵 那么背个十遍二十遍 一百遍一千遍 经常的背 这也是个修行的方式 所以背经很好 先前上课也提到 这个背诵 比方呢 拜一拜送诵 当然在家居士比较不容易 那么出家中啊 如果这个僧团 他们这个送诵的时候 拜一拜都能够背 这个也很殊胜 像南传的国家 我们去参学 他们大部分呢 送诫的时候都是背的 就是背那个巴黎文 巴黎文诸位 大概比较没有听过 巴黎文他们是用 背下用念的 那么事实上他们是用念的 我们听起来是用唱的 因为他那个字句啊 发音的关系 所以听起来就是唱的 也很好听 我们那时候去南传国家 向泰国缅甸参学 他们这个拜一拜 就是有个比丘出来 就是诵经 就背诵诵诵 用诵的这个方式 那么也很殊胜 也很不错 那么这个汉帝啊 汉帝也有这个 用背经来修行的这个方式 也有 那么古代高僧大的 近代的一些高僧 一些大的 他们也是背经 那么背经啊 或者诸位可以讲 就是说 我背完之后要经常背 可能不容易 就没有时间 那也许我发心就把它背 背一次 背一次起来以后呢 我再背个 十遍二十遍一百遍 那么就结束了 这个功课就一个段落 这样也可以 那么诸位可以体会体会 体会来那个背经的那种 那种效用 因为我们内心当中啊 有烦恼 这个烦恼要靠法 去转动它 所以我们要意识法宝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平常 背一些寄送 那么背这寄送的时候啊 我们有时候在逆心当中 忽然就涌出来了 它就可以调我们的烦恼 对视我们的烦恼 那么另外呢 我们就是背经 把经给背下来 那么每天背一遍呢 慢慢地培养这个定功 对我们这个念佛也是有帮助 因为这也是修订 我们背经也是个修订的功夫 那么有时间可以体会体会 最简单的这个心经 大概大家会背 那么大背之后 有些同修也会背 有些还不会 那么心经啊 大背之后啊 弥陀经啊 弥陀经啊 大体啊 一些同修如果经常地送 大概就会背了 我们出家中 当然就会背了 因为我们每天做早晚课嘛 晚课都要念一遍 那么念个几个月啊 那么几年啊 不背也背下来了 那么就是因为每天都读一遍 在重庆早晚课 晚课都要送这个阿弥陀经的 所以这个背经也是个修行的方法 第九是思维 思维经文的法义 那么产生了智慧 第十 修习 通达经文的法义 依法来修行 那么对于这个经典的学习啊 不一定要授持全部的经文 乃至呢 我们读诵啊 书写 一个四句记啊 这个功德都不可思议 比方金刚经当中 大家经常听到底 一切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一如电 应作如是观 那么单单是这个记忆中啊 不知道帮助过多少人 有时候我们就念一下 那么回忆一下 烦恼来的时候 能够调不能够对峙 或是烦恼还没来 我们可以预防 再来经文提到 树人除灭五间业 这个五间业啊 就是堕无间地狱的业 那么造了这个五间的罪啊 就要堕到 无间地狱当中了 这个无间地狱呢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阿比地狱 在这个阿比地狱当中啊 受苦报没有间断 所以叫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的情形呢 有五种 叫五种无间 第一个是实无间 就是历劫受罪 没有间断的时间 第二呢 身形无间 这个身体啊 片满整个地狱 那你说这个地狱当中 人很多啊 怎么片满 就是业力的关系 一个人也是片满整个地狱 十个人 百个人 一万个人 他的身体都是片满整个地狱 所以没有这个间隙 就是没有余留的空间 他片满整个地狱里 第三受苦无间 这个地狱的苦啊 像这个刀山油锅等等的 那么受了种种的痛苦啊 没有间断的时候 第四呢 受报无间 也就是呢 在造业跟受果报的当中啊 不会隔一生 不会经过一生 怎么样的情形呢 就是啊 现在呢 这个人造了无间的重业 这个无间的重罪了 他的果报是怎么样呢 现世就要受到果报 或者呢 下辈子死了之后 马上就受到果报 所以这个是受报无间 不会经过一生 现世报或是下山呢 下一辈子马上受报 第五是寿命无间 寿命啊 长达一节 或是好几节 那么在这一节当中啊 没有间断 他的寿命没有间断 恒常的存在 所以说呢 这样的情就很苦了 五种的无间 那么是什么人去呢 就是犯了五逆的重罪 一定会堕到这个无间地狱当中 这个五逆罪啊 就是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出佛生血 破合身 那么这是啊 这样的重罪啊 会堕到无间地狱当中 但是现在因为呢 独送受使的时代人 所以能够得到泄脱 所以我们晓得 这个时代人的功德 非常的殊胜 接着下面这一段的经文 一切魔君 夜叉罗叉 若揪盘茶 若匹舍舍 若不多等 饮血淡漏 诸恶鬼神 皆细远离 或使发心 清净守护 一切魔君 这个魔啊 翻译叫做魔罗 意思啊 就是杀者 也就是呢 会杀害行者的灰命 这个魔呢 有四种 五蕴魔 烦恼魔 天魔 跟死魔 五蕴魔 就是我们有这个 生性物 就是一种障碍了 让我们能够得到泄脱 会使我们轮回 所以五蕴是这种魔 还有烦恼魔 我们能够晓得天魔 天啊 是一种快乐的境界 那么另外呢 就是啊 有天上的这个魔 会来干到我们 叫天魔 那么死魔 死魔就是啊 我们修行 快有成就的时候 忽然啊 生命结束了 所以这个死啊 会障碍我们得到底 它也是种魔 那么这个君呢 就是重的意思 比喻呢 障到的音乐很多 这里所说的魔君呢 指的是天魔 来干扰我们修行的 这些天魔 下面所说的这些鬼神呢 都是属于魔君重 第一个夜叉 夜叉是一种鬼 它有三种 有三种的夜叉 在地上底 在虚空底 在天上底 那么这个地形的夜叉呢 不能够飞 虚空跟天上的夜叉 能够飞 能够飞行 罗叉 这个罗叉 就是食人鬼 会吃人的 血肉的这种鬼类 揪盆茶 茶呢 也能够写成 图这个字 是一个大力鬼王 这个鬼啊 这种鬼呢 它走的速度非常地快 就像风一样 行走的速度非常快 像风一样 变化多端 住在山林野外 管一群的鬼众 脾射蛇 是弹精气鬼 是他们吃人的精气 布多则 中文的意思叫做大生鬼 身体很大 以上这些鬼众 都是银血淡肉的 诸恶鬼神 具有小神通 所以称为神 加一个神 加上这个神字 表示他们有些小神通 所以我们看 有些人 他有一些通 有些通力 可能就是鬼通 鬼通是什么 就是这个鬼告诉他什么 那么他知道 所以有些说养小鬼 养小鬼就这样 他在家里养了个小鬼 也许就供他一些什么 饭菜 血肉之类的 那么这些鬼 就可以跟他 讲一些消息 所以他算命 为什么会准 是那个鬼通报他的 那如果鬼看错了 他就算不准了 那么有这样情况 所以鬼的神通力 还是比不上天 那么阿罗汉佛菩萨 这样的这个情况 那么受死黑暗瓶 乃是呢 只有失去计 恶鬼啊 能够远离 善事啊 会来守护 这些诸魔恶鬼啊 都会远离你 有时候这些鬼神呢 他也会发心啊 来亲近你 或者扶持你 只要呢 你有深信心 就能够得到一 随便晓得 有时候没有感养 不是佛法不灵 有时候是我们的信心不够 接着几二 约一行 已显三报 分两颗 三报 这个三报就是说 夜报有三种 也就是呢 根据受报时间的不同 将果报呢 分为三类 第一种叫现报 这个现报就是啊 现世啊 所做的三额页 现生呢 就得到了果报 这叫现报 就我们一般说 讲现世报 第二种叫生报 生报呢 就是啊 今生所做的三额页 来生 下一辈子 才会收到果报 第三种叫后报 后报呢 就是啊 过去生呢 所造的页 今生 受报 或者呢 未来啊 才会受报 就是我今生啊 照了夜 下一辈子 没有受报 经过第二生 以后才受报 这个叫做后报 有这三种 这叫三报 根一 明现世善报 说明啊 现世啊 受报的这个情形 世故 若认颂死愿者 行与世间 无有障碍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诸佛菩萨 知所称赞 一切人天 皆因礼尽 一切众生 行供养 世故 若认颂死愿者 这个是赞叹啊 普贤菩萨 十大愿用的 功德广大 因为功德广大 所以呢 受辞读诵 乃至啊 书写 一个寄送 都有无量的功德 什么样的功德呢 下面说到 行与世间 无有障碍 那么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啊 不一定要读诵 整部德经 如果你呢 你只有读诵 十大愿亡 一者理尽诸佛 二者称赞伦 三者广修共阳 乃至呢 使者 普接回向 不管呢 何时何地 都没有障碍 怎么样没有障碍呢 如空中月 出于云意 这个云意啊 就是后的云成 没有障碍的情形呢 就像啊 浩月当空 乌云散尽 而且啊 能够获得 诸佛菩萨的赞叹 一切人天 恭敬礼拜 一切众生呢 欢喜共阳 独送受食 这个十大恨愿啊 平常啊 你遇到一些 善恶的禁忌啊 也都能够啊 使令这个恨愿的功德 真相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比方遇到 善法的境界 善的境界 那么这个善法呢 有加持这个恨愿的力量 所以这个恨愿的功德 能够增上 那么遇到恶法呢 恨的境界 这个恨法不能够 障碍这个恨愿 所以恨愿的功德 也能够增上 这个惠心长老说过 说到啊 他独送这个恨愿品啊 三十多年了 虽然呢 没有很明显的感应 但是啊 暗中的感应啊 确实不少 好 往往是啊 三穹水路啊 三穹水尽 已无路 接着呢 柳暗花明又一村 那么虽然呢 他还有一些啊 不如意的事情 但是呢 他说啊 他是自己啊 素质的业力所造感的 所以他感觉 他这个 送这个恨愿品啊 有这个敏感 那么 大概第一堂课的时候 也说到 他这个备熟啦 大概一遍十五分钟左右 十来分钟 那么他在台湾 这个长老已经往生了 原极了 他 在台湾 大概 也就是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去外面奖金 坐公车 那么坐公车啊 三十分钟 四分钟 那么坐一趟公车 那么下车 就备完了 那么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很快 所以我们背进背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时间 那么坐车的时候 也可以复习一下 这样的情形 另外呢 再讲一个 故事 就是啊 马来西亚有位竹谋长老 他是九十多岁底时候 往生里 他说过 他自己呢 有一段时期 曾经专门送 普门品 跟大悲众 那么他送这么一段时间 有灵感 他有见到关心不上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他身上的病苦 得到了痊愈 他也提到呢 后来啊 他有读送这个恨怨品 也曾经啊 遇到一件灵验的事情 什么事呢 就是啊 在1948年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他生病刚刚复原 所以这个精神呢 还没有很完全地恢复 有一次呢 他从香港的这个码头啊 搭船渡海 花了两脚钱 就在这个码头啊 买票上船 在这个登船的时候啊 精神恍惚 既然呢 就把他手中的这个船票 丢到海里面了 那么他这个丢到海里面的时候 他想到 咦 还没有查票嘛 怎么我就把票丢到水里面了 那么就才想到这个事情 那么那时候就很懊恼 说自己啊 这么健忘 就好像死去一半一样 后来呢 在这个坐船 在船里面 那么有这个查票员 要来查票 那么有两个查票 很认真 那么跟这个每一个乘客 一个一个的验票 坐在他前面的三排当中啊 有两个出嫁人 也受到很严格的这个检查跟盘问 因为那时候大概 有点乱啊 那个时局啊 所以有些呢 大概就是 没有票就上船了 这时候呢 怎么张到内心就想了 就也紧张 说啊 内心就想 如果呢 查到我 查到他自己啊 那么说他没有买票上船啊 那么查票员 随便骂他 其实也就算了 不过他是一个出嫁人 这样子呢 会影响啊 这个出嫁人的这个形象 这个佛华奖叫倒架子 价子就倒了 这个出嫁人 来 这个搭船 没有买票 但是那个时候啊 主播长老很冷静 他就突然想到 何韵平当中 有一段经文 若人送此愿者 心意事件无有障碍 入空中愿处于 他就想到这句话 好 那么这时候呢 他要想到 自己过去啊 曾经啊 有一段时间啊 曾经啊 就是很精进地读诵 这个亨原平 那么就看一看啊 这一次啊 能不能够啊 得到一些灵验 好 所以他就啊 自成的默念啊 普贤菩萨 的名号 那么起就啊 普贤菩萨的 加持 所以奇怪 没多久啊 这个查票员呢 就查到 他那一排了 那一排总共有八九个人 他坐在第四个位置 就查了前面三个 到他前面的时候 他突然呢 跳过去 好像没看到这个人 就去查 第五个 又查过 就跳过去了 那么一句话都没有问 就跳过去 就问别人 就这样子 所以他内心当中 就放下一块大石头 那么他提到 他这个 松贤菌的这个感应 所以这边提到 心里心里有无有障碍 不过不是说 你以后就不用买票了 你就是 搭船搭飞机都买票 然后就一直念 观世音菩萨 普世音菩萨 那不会有灵感 他是买票 不小心丢掉了 那么这有感应 不是我们学佛 又干坏事 没人知道 那么菩萨加持我们 那不能这样干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跟二 明身后二报 分二 那么这里就是提到 身报跟后报 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心一 总明等同普贤 经文 此善男子 善得人生 圆满普贤 所有功德 不久当如普贤菩萨 数得成就 为妙设身 据三十二 大丈夫相 善得人生 就是好好的 善用这个人生 不要空过光阴 虚度岁月 所谓的人生 难得经以德 佛法难闻经以闻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待何时度此生 只要肯努力 修学时代云王 将来 必定能够圆满 普贤的所有功德 不久 就会像普贤菩萨一样 正得唯妙设身 据述三十二种 大丈夫相 心恶 别显 身后恶报 分恶 仁义 得胜仁天 若胜仁天 所在之处 常聚圣足 悉能破坏 一切恶趣 悉能远离 一切恶游 悉能制服 一切外道 悉能卸脱 一切烦恼 如狮子王 催抚群兽 看寿一切众生 供养 圣足 就是贵族的意思 也就是 将来 你投身到 人道 或是天上 种族 尊贵以殊胜 不会被清贱 当然天 比较没问题 那么人道 就比较有阶级 种族 种种的差别 那么 投身到 人道当中 是一个贵族 如果依照佛法来讲 就是你会生在 信佛的家庭 成为佛弟子 那么 身为佛弟子 就超过了 其他的种族 所以叫做圣足 悉能破坏一切恶趣 不会堕入到恶道的意思 学习复法 兴起善法 不造恶业 所以不会堕入恶道 如狮子王 这个狮子是百兽之王 一猴的时候 其他的野兽都趴下来了 普贤恨愿的威神力 也是如此 能够破坏一切的恶道 远离一切的恶友 降服一切的外道 泄脱一切的烦恼 那么能够接受一些 众生的供养 接着忍恶 得身净土 分恶 溃一 愿亡 倒归极乐 也就是依照这个来修行 能够倒归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是修行的 学习这部经的重点 就是说我们学习这部经 它的重点 十大远倒归极乐 我们希望这个十大远重 能攻打回向往生净土 又赴世人灵命忠实 最后刹挪 一切诸根细节散坏 一切亲属 细节舍离 一切威势 细节退失 辅向大臣 功臣内外 向马车胜 珍宝福藏 如是一切 无父相随 这里是说明 我们在世间的一切 在怎么样的荣华富贵 高官厚禄 宗教是要失去的 刹挪 是表示很短的时间 在《人王经》里面说到 一个念头 我们的一个念头 有九十个刹挪 一个刹挪 有九百个生命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刹挪 是指非常短的时间 一切诸根细节散坏 那么诸根指的是六根 一而彼此的生意 这六根就开始败坏了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四大呢 开始就散开了 开始分离了 我们去体会一下这个死相 死相就死亡的时候 那个象装是怎么样 《无常经》里面说到 命更弃欲尽 肢节兮分离 重苦与死聚 此事图贪恨 在将要死亡的时候 这个气就喘了 那么开始就要结束了 肢节兮分离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肢节 就是四肢啊 那么手啊 脚啊 就开始要分开了 那么重苦与死聚 很多的痛苦啊 就会产生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是啊 内心啊 就是突然地感叹跟后悔了 就是要面临死亡了 那怎么解决呢 就是要修行 比方我们平常要积善业 要持戒 那么要念佛 这时候在面临死亡的时候 内心常被恐惧 我们有一个索颜镜能够抓住 你看现在他没有索颜镜 没有学佛地 他没有索颜镜 他索颜的就是五欲的境界 世间的境界 那么现在这个索颜镜啊 要离开他了 所以他内心啊 就有一种后悔 跟懊恼 就如此 所以内心非常地恐惧 所以我们要抓住 这句佛号 这一段经文呢 是告诉我们死亡的时候 真实的象征是什么 告诉我们佛弟子 要经常地念死 所以阴光大师也是开始我们 死这个字啊 经常要挂在额头上 你经常体会死这个事情啊 很多事情啊 我们就不会去照做了 我们会比较努力地去学习佛法 比较精进地去修行 怎么样去念死呢 我们可以去思维啊 人生的问题 我们去思考三件事情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人会不会死 你去想这个问题 人会不会死 第二个 如果会死的话 哪时候会死 哪时候死 第三个问题 死的时候能够带什么东西走 想这三个问题 那么他的答案是什么 第一个 决定会死 决定死 对不对 有哪个人不会死的 没有 我们都点头 是不是 我们现在大家在那边 有人说法 有人听法 快的话大概十年以后 全部都不见了 慢一点的话呢 慢一点的话 大概 大概几年了 应该不会超过五十年吧 我们这边的人都不见了 就这样子啊 我们在什么聚会 也都不见了 五十年又闲 大家都不见了 决定会死 所以我们要思维 决定会死 你一定会死的啊 第二个呢 死期不定 哪时候死 不知道 现在天灾人物很多 那么随时随地 都有可能面临死亡 第三个呢 就是啊 死的时候啊 除了佛法之外啊 其他 对我们都没有帮助 怎么说呢 我们在死亡的时候 面临死亡的时候 这个 财产 虽然很多 但是呢 不能够赎命 你说我有一千万美金 快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你想我拿出一百万给你 给谁 给那个无常鬼 就是说你放我走 那么就是晚一点来抓我 再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不行 那两百万给你好了 也不行 一千万都给你 还是不行 没办法 所以死亡的时候 你的财产再多 你要贿赂都没办法的 那么 一定要死的 那么财产再多 没办法 救把我们离生命 再来眷属最多 不能带死 就是我们的眷属很多 我们有父母 不然父母 妻子 或是先生 或是子女 或是兄弟姐妹 亲戚朋友 很多很多 但是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死亡的 不可能的 死亡的时候 你就要是面对自己 再来呢 巨身骨肉 也需舍去 骨肉是什么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跟着我们你长大的 这个身体 你都要离开它 是不是 不管你是几岁走的 那么有的腰折 有的四十岁 有的五十岁 有的九十岁 有的一百岁 哪时候走 都一样 你的身体 你都要离开的 你看最亲密的是谁 其实不是 你的先生 太太 父母 儿女 都不是 最亲密的就是你的身体 它跟着你一辈子 但是呢 你要离开它 所以我们要讲 经常思维这个事情 所以念死呢 就是 方法就是 三根本 念死有三根本 第一个 决定死 第二个 死期不定 第三呢 死时 除佛法外 余皆无益 你这样思维 就是修观了 就要修无常观 每天就想一遍 有人说 我每天想 好像会很痛苦 不会啦 你再想久一点 你会很快乐 心情愉快 为什么 因为一定会遇到嘛 你先准备好 那么想久了 你就 因为这是实相 这叫实相 实相当然是空有 不二叫实相 这也是真实的相状 我们要体会这个事情 这个清朝的顺治皇帝 他六岁的时候 继承皇位 那么年纪小 所以最初呢 就是他的叔叔 多尔滚 帮忙摄政 所谓的摄政呢 就是帮忙他批公文 协助他管理国家的义势量 等到这个顺治皇帝 稍微长大之后 多尔滚了 就将这个政权 交还给他 那后来这个顺治皇帝 活到几岁呢 大家晓不晓得 学人也不晓得 后来查了 这个网络才知道的 就是先前在准备功课的时候 不是在这边的 在台湾的时候 在这边就临时抱佛教了 查一查 哎呀很惊讶 二十四岁 孙子皇帝走的时候二十四岁 你看我们都 现在有在现场的 大概年纪都比较大 他当一个皇帝 二十四岁就走了 你看他的心情怎么样 在我们看 清朝最后一个皇帝 叫溥仪 也就是宣统皇帝 当时这个光绪帝 并重 那么慈一太后就下令 将这个溥仪呢 带到皇宫来养育 就是预备了 他随时走 就随时有这个新的皇帝 能够接得上来 没多久 这个光绪皇帝就去世了 那么慈一太后就命令 这个溥仪继承皇太子 等到这个慈一太后去世之后 溥仪就登上皇会 当时呢 只有三岁而已 所以他的父亲就担任这个摄政王 那么这个溥仪的登基大典呢 是在紫禁城的太尔殿举行的 那么在举行的时候 因为他年纪小 三岁 所以他的父亲啊 就抱着他 坐上这个皇帝的宝座 在宝座上面的时候 这个溥仪年纪小 才三岁 看到这个场面很大 那么敲锣打鼓啊 军阵啊 非常的多 如果你们有机会 到北京去参观 执行人就知道 那广州很大地 那么他一听到 敲鼓啊 打鼓啊 因为那时候是庆祝嘛 他就吓得就哭起来 就哭 那么一哭啊 他父亲就要哄他 就低头哄他 跟他讲 别哭别哭 一会儿就完了 没想到呢 不到三年 溥仪就退位了 整个大清王朝就结束了 所以呢 溥仪啊 三岁登基 六岁就退位了 真的是 一会儿就完了 那么 因为啊 他是这个 中国的 做一个王朝的 做一个皇帝 所以呢 大家就称他叫 末代皇帝 那么这个溥仪长大之后啊 我们晓得 他不怎么顺利 民国政府啊 后来要到什么日本啊 要成立什么伪政权啊 反正就是当傀儡 什么种种种种 很多的 遇到很多的境界 逆境 一生啊 波折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 溥仪的心情啊 我们可想而知 所以这个 恨山大师说 荣华总是 荣华总是三经梦啊 富贵如同九月霜啊 就是如此 生荣华富贵 就像做梦一样 是不是 我们经常讲 我们这一生啊 真的像做梦一样 回去啊 诸位啊 想一想 今天晚上 睡觉前 你想三分钟 那么在座的 可能有三十岁的 四十岁的 五十岁的 六十岁的 九十岁的 不知道有没有 不管你几岁 你今天回去 睡觉的时候 你躺在床上 想一想 你想三分钟 到五分钟 你想你从小到现在 有没有像做梦一样 很快啊 你如果想到你五岁的情形 比方你的记忆 能够想到三岁 或是五岁 你觉得三岁五岁 好像昨天一样 是不是 你想你念小学的时候 好像昨天才发生 那么结婚 好像也是 昨天才发生 到现在 一下子 很快 一下子 你三十岁了 五十岁了 七十岁了 八十岁了 很快很快 我们人生就是如此 就像梦一样 所以呢 来也空空 去也空空啊 来的时候 是光的身体来的 走的时候呢 什么都带不走 就是我们的识相 所以体会无常 那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说到 为此愿望 不相舍离 下面看 为此愿望 不相舍离 于切使 引导其前 以叉了中 即得往生 极乐世界 那么也就是呢 在命中的时候 万般带不去 唯有业随身 十岁了 不相舍离 在一切 时钟 引导我们 在一叉楼间 往生 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前面我们提出来 人生的三个问题 人会不会死 哪时候死 死的时候 能够带走什么 这里我们再提一个问题 死的时候去哪里 对不对 死的时候去哪里 我们想一般人 他没有学佛的 你问他去哪里 他也真的不知道去哪里 他说我快死了 你还问我这个问题 快死了 没有人问这个问题 活着问他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 是不是 读会想看 我们学法之前 我们知道去哪里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你是博士 你也不知道 你是大企业家 你也不知道 你是大的政治家 科学家 也不知道 去哪里 不知道 那佛号告诉我们 就是六道的轮回 至于在六道当中轮回 那么现在 接触了净土法 我们知道 我们还有个地方可以去 极乐世界可以去 是不是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 抓住这些法 我们有个地方可以去 就极乐世界 所以一般人没有归一处 他在临终地词的话 内心是种惊恐恐慌 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归一处 所以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下辈子 如果没有往生到净土去的话 你要去哪里 随夜流转 继续地在六道当中轮回 有这个事情 那么在送朝廷时候 有一位钟离锦隆 有这么一个人 他在朝廷做官 经常地辞送 官无量寿经 也常修念佛三昧 后来他就辞去了官职 自己搭一个小茅屋 一心一意地精进修行 他曾经说 是的 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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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弥陀 奈何 奈何 不是弥陀 弥陀 更在西方外 是的 弥陀 弥陀 只在自己家 有一天晚上 他就请法师 来他旁边 送这个普贤恨远平 那么他就典相 供佛 那么就专心地 听这个送恨远平 听完诵经之后 他两手就截手印 就往生了 就走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 净土圣贤路 很多在临终的时候 有些他是没有念佛的也有 我们这样看了 好几个情况都有 有些是他就是听经 来诵经 诵弥陀经 诵恨远平 诵无量寿经 当然不是全部诵 又全部诵的 又诵一段的 听经 他平常念佛 临终的时候请人家来诵经 听经 然后就走掉了 也有听经 再配合念佛的也有 那么这里 他平常念佛 这里就是临终的时候听经 但他的心中 还是有默念佛 那么念佛 那么就是求往生 所以在临终的时候 诵经 也是一种加持的力量 在净土圣运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公案 那么举在一个公案 就是维持愿望 不相舍离 余切是引导其前 以参入中极的往生极的世界 那么实际王的功德力 会引导我们到 净土去 我们下课休息 接着昔恶 见佛受祭证果 道义 即见阿弥陀佛 文殊师利菩萨 普贤菩萨 观自在菩萨 弥勒菩萨等 持住菩萨 色相端严 功德具足 所共围绕 其论之见 身莲花中 蒙佛受祭 说到 道义 即见阿弥陀佛 那么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上品上身 怎么知道呢 在这个九品往生当中啊 上品有三种 那么花开的时间呢 各有不同 上品上三 那么到的时候 莲花就开了 不用经过 半天的时间 一天的时间 不需要 上品终生呢 经过一个晚上才会开 那么上品下身的情形呢 是一日一夜 这个花呢 才会开 当然有人问到 这个中品上身呢 也是 到的时候 莲花就开了 那么跟上品上身就一样了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说 为什么中品上身 也是到了 莲花就开 那怎么去做一个区别 就是呢 这个小城的圣人呢 他 他 所修的六波罗蜜 或者菩提心 当然是 比不上大乘的行者 但是呢 他已经断除了 见惑 见烦恼 正得了 无肉的清净心 所以他往生之后呢 莲花就开了 那么也就是呢 这个 中品上身的 这个情形啊 他是小城的圣人 回小向大 往生的情形 那么因为他本身 已经断了 见烦恼 所以内心精进 所以呢 他到的时候 莲花就开了 那么现在啊 修普贤 时代用的人呢 他是个大臣的行者 那么就不是这个小城的这个情况了 所以我们就晓得 道义 即将阿弥陀佛 他是上品上身的情形 到了极二世纪 不但能够见到阿弥陀佛 还能够见到文殊 普贤 观音 弥勒 这些诸大菩萨 那么这些大菩萨 相貌身形 端正庄严 种种的功德 具足圆满 围绕着阿弥陀佛 其人之见 生莲花中 蒙佛受祭 受祭啊 就是预言的意思 佛陀啊 对弟子 未来赠得 什么的果位啊 的这么一种预言 像这个南登佛 受祭释迦菩萨 当来成佛 释迦佛呢 受祭啊 弥勒菩萨 当来成佛 那么这是受祭的这个情况 其人 其人呢 就是送普贤恨品的人 因为送普贤恨品的功德 所以命中之后啊 一瞬间 就能够到极乐世界 到了职业世界之后呢 会见到自己啊 从莲花化身 接着呢 佛为他来授祭 那么授祭说 未来你会在哪一个世界成佛 哪个时间 哪个地点 这叫授祭 授祭啊 你在哪个世界 哪个地点会成佛的 你的 法号 你这尊佛的名号叫什么 佛都会帮你授祭的 再看下一段 得授祭以 君于无数百千万亿 那由他解 普予十方 不可说不可说世界 以智慧力 水以众生心 而为利益 利益众生啊 要智慧 才能够呢 因才失教 所以说呢 以智慧力 随众生心 而为利益 有人说到 到极乐世界去 比较不容易行菩萨道 在娑婆世界呢 比较容易行菩萨道 所以大家说啊 讲这样的情形呢 也是有道理 也是有道理 比方呢 在瘦伯世界 我们行菩萨 因为瘦伯世界的众生呢 比较喜欢接受东西 所以呢 就容易啊 成就 菩萨不容易 苏伯世界的众生呢 容易犯戒 所以呢 你在这个地处啊 持戒 这个功德就大 苏伯世界的众生呢 个性啊 刚强难化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修忍路 就容易啊 成就忍路不容易 所以说呢 六度万坑呢 在苏伯世界啊 都好修 都有他的因缘 可以修 但是呢 我们从那个角度来看 到了极乐世界去之后啊 如果 没有蒙佛授记 你还是一个凡夫 但是呢 这个神通啊 还超过了 娑婆世界的阿罗汉 怎么知道呢 弥陀经里面提到 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 早上起来 拿着花 那么去供养十万亿佛土 那么很远的地方啊 还供养这么多地佛 但是呢 早餐还没 这早餐的时间 还没有用完 就那么短的时间 他又回来了 那么这是一种神通 神通力 那么这样的神通力呢 阿罗汉没办法承办的 阿罗汉要到他方佛土啊 他的力量不够 那么你现在到极乐世界去 你还没有蒙佛授记 你就具这样的神通力 所以超过了阿罗汉 另外呢 如果你已经蒙佛授记的话 那么就如同这一段经文所说的 有无量节 这么长的时间呢 是跟随着阿弥陀佛 前往十方的无量世界 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样 我们这样就可以了知了 你到了极乐世界去之后 不管你还没有 你还有没有 受到佛陀的授记 你利益众生的这种情形 行不上行 都很殊胜的 都很容易的 所以还是到极乐世界去 行菩萨道 更方便 更方便 接着 不久当作菩提道场 相夫摩金 成等正觉 转妙法轮 能令佛刹 极为成数 世界众生 发菩提心 随其根性 教化成熟 乃至 尽于未来解海 广能利益一切众生 菩提道场 就是世尊 成就菩提佛果的地方 在印度 菩提盖亚的菩提树下 有一个金刚座 世尊 就是在这个金刚座 成到底 所以叫做菩提道场 转妙法轮 就是弘法立圣的意思 也就是 蒙婆受祭不久之后 就做菩提道场 降魔 成佛 说法度众生 能够使令 无量世界的众生 都发起菩提心 随着众生 不同的根气 可以不同的教法 让众生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 也就是横顺众生 所以说 我们凡夫还要去度众生 很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 众生的根气 在佛事里时候 只要能够清静 或者遇到佛陀 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泄脱 那么因为佛陀 有那个善巧 他知道众生的根气是什么 像这个成东拉姆 就这样的情形 那么虽然说 我们在这个 受伏世界要度众很难 但是呢 我们只要多做观察 也能够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众生的根气是哪些 当然没有办法像佛陀这么的精准 但我们大盼知道 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多少也是可以的 接着丁三 劝主受持 分三 无一 结浅胜德 总结前面所说的 受持本经的 殊胜功德 圣兰指 笔住众生 若文若信 此大愿望 受持独诵 广未能说 所有功德 出福世尊 于无之者 前面呢 我们提到 使法行 有书写 供养 是他 背诵等等的 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提到四种 受持 读 诵 广未能说 那么这是 使法行当中的四个 省略的六个 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说 如果有众生 能够听闻到 这个十大愿望 而深信 这个十大愿望 受持独诵 未能言说 所得到的功德 有哪些呢 唯佛与佛 乃能知之啊 就是救佛陀 才能够 究竟的了知 于无知者 于无知者说 就是说 众生不知道 凡众生不知道 阿兰跟菩萨 虽然知道 但是不究竟 所以说呢 于无知者 只有佛才能够 究竟的了知 这显示呢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无二 正劝受持 正式的劝告行者 受持这个四大愿望 事故如等 闻此愿望 陌生一念 应当地受 受以能读 读以能受 受以能词 乃至书写 广为能说 地受 就是真实的相信 真实的 真实的接受 这个是劝善 善财同时 以及与会的大众 听到了这个四大愿望之后 不要生起疑惑心 要能够诚心地接受 接受之后 能够读 能够诵 能够如法地修行 乃至为能宣说 这四大愿望 推广流通 那么要真实的相信 才能够真实的接受 所以说呢 学习佛法 这个信心很重要 大支度里面说到 佛法大海 信为能度 智为能度 最初我们进到 佛门当时是什么 其实还是一直信心的 当然信心怎么来 还是过去的三根 那么有了信心之后 我们进入到佛门当中 开始学习 那么这接着就要有智慧了 要有智慧 才能够度过生死大海 那么说到这个信心 进入法门也是一样 谭虚大师曾经开始说 这个念佛法门 每一个人都能够修 那么也不用特别 把这个教理弄得很明白 这个指的就是 你不一定 我要通达威士 通达天台 通达华言 那个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那不需要把这些教理弄得很明白 只要肯念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一定能够往生 所以我们注意这个重点 不怀疑 第一个你要有信心 就不怀疑 那么不夹杂 不要夹杂 很多地方们在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有正行跟住行 但是不是一下子修密 一下子修禅 一下子念佛 那么一个礼拜七天 轮流休 那么一三五二十六 礼拜天 祷告 阿弥陀佛 那么求往生 那夹杂这样不行 但是你可以其他的助功夫 不要我持大悲咒 帮助我除脏 我身体一些障碍 透过大悲咒 那么或是你欢喜诵敬 诵敬可以帮我修定 可以 但是我们要清楚 一个为主 其他的为福 这样就可以了 不夹杂 不间断 很长的修 我每天要凑处时间念佛 很忙很忙 我们实念法 早上中午晚上 做个三次 九次 十次 都好 或者是你 就是这个 早晚定个功课 或者是你一天规定 我念佛号几三 那么要很长的 念佛 发愿 要不间断 如果不怀疑不假 不间断 一定能够往生到净土 那么谭大师的开示 没有错 确实是如此 接着悟三 重举圣德 再次地举出 本经的殊胜功德 世书人等 于一念中 所有恨怨 皆得成就 所获福聚 无量无边 能于烦恼 大苦海中 拔击众生 另其处理 皆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于一念中 表示 快速成就 所修的恨怨 这是说 读诵 眼收 普贤 恨品的人 依靠 普贤 愿望的 加持力 所有的恨怨 能够 快速地成就 也能够 获得 广大的福报 那么这个是说到 自立这一方面 另外呢 也能够就把烦恼的众生 出离苦海 都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 获得救经的安乐 那么这是 属于利他 这个极乐世界呢 有事有理 就在事项上来说 距离 我们这个地方 十万亿国土之外 有世界 名为极乐 企图有佛 和阿弥陀 在事项上 确实有个极乐世界 确实有的 就在意里来讲 这十万亿的佛土 不出我现前这念心 因为呢 现前这念心啊 没有所谓的内外 所以还是不出我这念心 那么以上呢 常文 我们就解释过了 所以常文就是 前面的是经文 一段一段是叫常文 接着呢 就是寄送的部分 丙二 寄送分二 第一 标举 标示举出 普贤菩萨 想要宣说寄送 二十 普贤菩萨 摩赫萨 欲重宣此意 普观十方 而说寄言 二十 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呢 常行说完了 普贤菩萨 想要啊 重新的宣说 这个经文的一礼 于是呢 他就啊 普观十方 众生的根祭 而说出这个寄送 那么为什么 要用寄送啊 重新来宣说 义礼呢 有四个用意 第一个是 后来补听 就是有后来的人 他来不及啊 听到前面啊 的这个常文 所以呢 使令他们在 现在这个阶段 我透过寄送的方式呢 他也能够再 听经文法 听到前面的义礼 第二呢 加深体会 听了前面的常行文之后啊 但是呢 有些呢 还没有开悟 就使令呢 他们能够再听一次 以便呢 开悟 或者呢 更深的理解 第三呢 扩大解说 因为呢 前面的这个常行啊 有些地方啊 文字是省略了 所以这里呢 再用寄送啊 扩大的解说 使令 他们呢 更容易了解 经文的义礼 第四 容易受持 这个寄送啊 比较容易受持 经文的义礼 比方呢 我们把这个寄送 第一个人比较容易背 再容易寄 寄下来之后啊 你寄这个寄送啊 就能够掌握到 十道用的义礼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效果在 所以呢 有前面所讲的 这四个用意 因此呢 普行普萨 用寄送啊 重新的宣说 经文的义礼 第二 正说 分四 物一 送 正是 恨怨 分四 几一 分送 十愿 分二 那么就是说啊 这个十道用王 每一个愿啊 都有祭送 在这里呢 前面七个愿 是分送 就是每一个愿 都有个祭送 后面四个愿啊 是合送 合起来的 合起来的 所以在这边 就分成两段 第一个呢 是分送前七愿 第二个呢 是合送 后三愿 好 根一 分送前七愿 心一 送礼 尽诸佛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世一切人师旨 我已清净身与义 一切遍礼 尽无余 普贤恨怨 微神力 普贤一切如来前 一身复现 差成生 一遍礼 差成佛 从这里开始啊 就是 如果说有拜八十八宝的话 那么后面的回向机啊 就是处于这个部分了 所以拜八十八佛呢 也能够有这个忏悔的功能 也能够啊 有这个十三万的功能 也能够啊 有七路法界的这个功能 所以说拜八十八 他的忏悔的功能很殊胜 道理就在此 从这个经文 这个寄宋当中 我们也了解到 这个翻译经理啊 不容易 旧摩罗斯大师的翻译呢 优美流畅啊 首屈一直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到啊 这是四叉烂陀的翻译 那么这个四叉烂陀真子啊 他翻译环境的寄宋啊 跟这个旧摩罗斯大师 比较起来啊 也毫不逊色 也非常的优美 看了这个经文 所以我们也很惭愧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外国人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自己啊 不要说翻译了 现在你要背 都背不太起来 你看人家是外国人 印度人什么人 来到这边 这个翻的程度 比我们还高超 当然他们不是普通人啊 他们都是成员在来的 大菩萨来的 智慧很高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人是子 这个所有呢 是心中所有 也就是呢 法界所有 为什么 心就是法界 所以我们在拜八十八分的时候 你读到这个集中 所有十方世界中 三是一切人是子 你就想你心中就可以了 我们的真心啊 是静虚公偏法界的 心包太虚啊 大物外 三四十方佛 都在我的心中 人师子 是佛的称号 佛是在人道当中 最为雄勇的 是九法界之王 就像这个狮子一样 是百兽之王 所以在经典当中 经常的赞叹啊 佛陀是人中师子 我以清净生与义 一切片里尽无余 我以清净离三业 片里十方三是诸佛 没有遗漏 这里的一切片里尽无余 就是一生片里多佛的意思 但是呢 也可以说啊 诸佛的法身相同 只有一个 诸佛法身只有一个 所以呢 我一生礼一佛 我只要礼一尊佛 就等于啊 礼多佛了 所以我们在拜佛的时候 比方法你拜阿弥陀佛 你就专注地拜阿弥陀佛 也可以啊 等于是拜其他诸佛 你懂得这个礼就可以了 就可以去运用 那这里提到我 这个我是真我 不是呢 众生有人我对待的假我 假我是虚妄的 有执着的 有烦恼的 真我呢 是真实的 没有执着 没有烦恼的 这个真我呢 是无我之我 因为无我 所以能够三业清净 普贤恨愿 微神力 普贤一切如来前 我普贤 仰仗着 普贤恨愿的 微得神力 所以啊 能够普遍出现在 一切如来前 这个普贤恨愿 我们晓得是 悲至双运 是一种智慧 行 那么 行骗法界 所以呢 能够啊 骗离法界的 所有诸佛 这样的微神力呢 就是神通了 就是神通 一身复现 叉成身 一遍离 叉成佛 这个一身复现 叉成身啊 就是一身啊 献无量身 一遍离 叉成佛呢 就是呢 每一身啊 都离 无量的诸佛 也就是呢 多身离多佛的意思 在《正亚经》里面 有说到 这个礼佛啊 有五种的功德 第一个是 面貌端正 因为呢 见到佛陀的相好 我们发了欢喜心 因此呢 我们内心啊 生起仰慕 你有这么 欢喜心 有这个仰慕的心啊 你来世啊 就能够得到 相貌端正 第二呢 叫声音妙好 我们因为看到了佛像 那时候我们就念 念佛号了 南无佛 或是阿弥陀佛 等等的 因为有这样子念佛啊 所以呢 来世啊 能够得到妙好的声音 第三呢 获多财宝 我们在佛前啊 做供养 那么供养花 供养香 供养油 供养饮食 等等的 所以 这样供佛的这种 福报 果报 来世啊 能够得到许多的财宝 财富 第四呢 生长者家 所谓的长者呢 就是在印度 称这个大富豪啊 为长者 像这个须达多长者 或者呢 称这个灵高得少的 也叫做长者 比方 杂汉经里面有说到 有位这个 纳居罗长者 一百二十岁 那么这是 生长者家 也就是呢 如果我们见到佛陀 这个相貌庄严 我们内心啊 没有懒着 那么 自成肯见的礼拜 来世呢 能够生到长者家 六 命中升天 礼佛所获得功德 来世啊 能够啊 投身到善道 或者到天上去 就着我们念佛的来讲呢 你这样多拜佛啊 能够帮助我们 往生到净土去的 好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拜佛啊 有许多啊 殊胜的功德力 好 所以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多拜佛 多拜佛 好 你根据啊 自己的时间方便 每天呢 礼佛三拜 或者是十拜 五十拜 一百拜 一百零八拜 那么三百拜 五百拜 乃至呢 一千拜都好 一千拜 大概要两个小时 到四个小时 好 当你在拜的时候 你算时间 一百拜是多久 好 那乘上十 就是拜一千拜的时间 但是人不是机器人 他不是说 我拜一百拜是二十分钟 那我就乘以十 就两百分钟 不是因为你要休息 好 所以你可以 你休息的方式 可以怎么样 你就拜个一百拜 两百拜 好 当然那个拜 就快速的拜 好 拜两百拜之后 你就精醒 或者是打坐 当然坐不是这样 盘腿打坐 那会伤气 因为那时候很喘 所以用功的时候 也要调身 你这样拜的 喘的时候 累的时候 你可以精醒 就绕佛 好 就绕个几分钟 觉得不喘了 你再继续拜 好 那么再拜个几百拜 再休息一下 好 坐着念佛也可以 精醒念佛也可以 好 这用功的方式 你可以尝试一下 日课千拜的智慧是什么 好 尝试尝试 就利用一个礼拜天 门关起来在家里 猛拜 拼命礼拜 好 你看看你今天 可不可以拜到一千拜 试试看 好 那么就早上多少 下午多少 晚上多少 好 那么 刚刚看个人的因缘 跟时间体力的 好 有时候尝试看看 两百拜 三百拜也好 好 刚开始就很吃力 但是你拜佛 拜久了 那么感觉就不同了 那么身体的那种清安 当然还不到禅定的清安 禅定的清安是非常地深入的 但是拜佛之后那种 消业障的那种情形 就是你实际拜的时候 会有那种感受 而就身体比较舒服一点 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在你以后再看经论体之后 也比较能够明白 这是拜佛消业障的这个情形 在宋朝有个王龙书居士 那么老同修应该都知道 他著有这个龙书净土文 他是专修念佛法门的一个大居士 他平常除了念佛之外 每天礼佛一千半 临终的时候站着往生 非常的潇洒自在 你开个局势能够讲不容易 那么也是他平常用的这个功夫 接着心恶 颂称赞如来 于亦成中成树佛 各处菩萨众会中 无尽法界成一难 身性诸佛皆宗满 各以一切阴身海 谱出无尽妙言词 敬予未来一切结 赞佛圣圣功德海 于亦成中成树佛 这是说到在一个围成当中 里面有无量无数的诸佛 在里面 并且每一尊佛都有 众多的菩萨围绕着 无尽法界成一难 这个无穷无尽的法界当中 这个围成数当然就很多了 那么每一个围成当中 都有这样的一个境界 身性诸佛皆充满 那么下面的这个寄送 就比较好理解 我们就不特别的解释 在这个佛事的时候 有一天 这个波士逆王 他就带领了士兵外出 在路上就经过了 佛陀的七环金色 所以当时就是 大批的军队人马 那么经过这个奇环金色 在这个路上 空中就忽然 传来一阵美妙的声音 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的士兵 还有马匹 唱了一段都停下来 连马都停下来 停 那么大家就听 这个这么高雅的声音 哪里来的 专注的听 所以整个部队 没有办法再往前移动了 于是这个波士逆王 他就马上前往金色 拜见佛陀 希望能够亲自共有这位比丘 那么佛陀就告诉他说 你要共有他可以 但是你说要见面就不必了 不必要见他 那波士逆王就坚持说 我一定要亲自供养他 当面礼拜供养他 那么佛陀 那就好吧 他就请这位比丘出来 那么这位比丘一出来 一看 哎呀 其貌不养 那么身形丑陋 所以这个波士逆王内心 就非常的后悔 就后悔说 刚刚说要供养 这个受波士逆王内心 就起了疑惑 就请问佛陀 这个是什么这个因缘 那么佛陀就说了 在九远节以前 有位虔诚的国王 他得到这个释迦佛的设立 准备要造这个塔来供奉 国王就派请一位监工 来负责营造 这位监工的追溯就看见了 那么这座设立塔要造得很大 所以那个地基就很大 那么规模很大 他刚刚这个规模这么大 内心就不欢喜 他就批评说 这个塔这么大 怎么做得完呢 那么也就极闲批评 这个国王太浪费了 但是呢 等到这个佛塔建好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佛塔 高颂宏伟 光明闪耀 内心就受不足的欢喜 这个时候呢 他对于自己当初在灶塔时候 所生起的这个不恭敬心 感觉到非常的后悔 于是呢 他就很恭敬地将一个精灵 黄金座的铃铛 就悬挂起来供养这个佛塔 而且还发现说 希望我来世的生意清脆美妙 使命众生能够欢喜听闻 并且要生在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见佛得度 处理生死 这位监工呢 因为先情嫌恨 这个佛塔太大 所以呢 他就招感五百世 这个皮肤长疮 面貌丑陋 令人嫌恶的这种果报 但是因为后来呢 他前程的发愿 自成的供养 不但获得五百世 清静动人的这种美妙声音 也感到今生随佛出家 成就圣道的果报 所以从这个公案 我们晓得 任意的批评三宝 造口业 这是有罪过的 反过来呢 赞叹三宝 赞叹别人的善业 这是有功德的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就不要造口业 要称赞如来 要称赞众生 要善于说话 接着新三 宋广修供养 与诸最圣妙花曼 继位土相及散盖 奴氏最圣庄严俱 我以供养诸如来 最圣衣服最圣香 墨香烧香与灯足 一亿皆如妙高聚 我兮供养诸如来 我以广大圣解心 身信一切三是佛 兮以普贤克愿力 普遍供养诸如来 在正法念经里面说到 如果有人用香油 或者香膏等等 涂佛塔 对佛法有信心 又能够持戒 命中之后 能够投身到香乐天 享受天上种种的快乐 身心愉快 没有忧恼 等到命中之后 因为还有剩余的 这种善业的力量 所以不会堕到生恶道中 能够得到人生 出生在大财富的家庭 这是供养佛塔的功德 虽然平常可以 随分随利利修供养 那么供养三宝 父母施账 布施贫困 病人等等的 未来也能够得到大福报 接着心事 送灿除业障 我习所造诸二业 借由无始贪嗔痴 从生予亦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这个祭送大家很熟悉 有的地方是将这个我改成王 也可以 往昔所造作业都相通的 平常我们修这个忏悔 可以念这四句祭 我们在前面讲 忏悔这样子也提到 那么你可以在做功课之前 或是做功课之后 再念一下这个忏悔系 提示一下我们忏悔的心 另外也是在修忏悔 这样也很有功德 那么忏悔有三种方法 就是作法忏 取消忏 无声忏 这个我们在副表当中都有提到 那么还有根据事例忏悔 事例忏悔呢 来修这三种参法 也就是毁过力 对视力 制止力 那么诸位去查一查 这个补充奖表 就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参为一章 我们在日常当中 怎么去运用呢 就是常识及过 经常的 翻识及的过失 那么再来就返求诸己 这样去运动他 心五 送随喜功德 十方一切诸众生 恶臣有学及无学 一切如来与菩萨 所有功德皆随喜 那么就表示呢 所有的众生 乃是按六道众生 我们都随喜他的功德 他们家有微小的善业 我们都随喜 我们随喜别人的功德 我们的功德会增长 也会扩大 那么在日常的运用呢 就是我们生活与善业 都能够随喜 另外呢 成人之美 再来世人如己 那么就是随喜功德的运用 心六 送秦砖法轮 十方所有世间灯 最初成就菩提者 我经一切皆劝情 转于无上妙法轮 这个世间灯就是佛的意思 灯能够化暗为明 佛陀教导众生 能够去除众生的迷蒙 开启智慧光明 就像暗夜里面的明灯 能够照耀着漫长的夜晚 十方所有世间灯 指的就是十方一切诸佛 十方世界 只要有最初成就 菩提佛果的圣者 我普贤 以及修学普贤很远的人 都会前往劝请说法 以便能够利益众生 死灵众生 利果得乐 那么日常的运用 就是我们向人家请欲 请教一些事情 那么这也是情尊法轮的意思 星期送请佛注释 诸佛若遇试涅盘 我惜之城而劝请 惟愿久住叉成节 利乐一切诸众生 也就是呢 提请各宗各派的善知识 能够注释长久 只要是正法 那么不一定是修念佛的 那么禅宗的大德 密宗的大德 我们都劝请 像近代高僧 虚老上 你看虚老上 如果在的话 那么这个禅宗的正法 当然是没有问题 那么不但是修禅的 也能够引发 其他各宗派的 佛弟子的信心 那么也能够引发 其他没有学佛人的信心 那么修密的 以我们汉地来讲 能海大师 他到西藏去修密 那么有成就的 那么天台 弘扬天台 弘扬戒律 弘扬华音的 那么各宗各拜 只要是正法 那么这些善知识 我们都齐请他们 我们都齐请他们 长久住世 那么这个弘扬 净土的善知识 如果已经往生了 我们就齐请 早日成愿再来 接着更二 和宗后三愿 这个和宗的情形 就是因为 后面三个愿 都设属于回向 所以一起称颂 常学佛学 就是回向菩提 横顺众生 就是回向众生 那么普接回向 就是回向三处 众生 菩提跟正如 菩萨所做的福 不应该去贪着 所以他会将 所有的功打 还有善根 回向这三个地方 那么虽然说 是三个地方 但是一而善 善而一 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 这个经文 所有礼善 共养福 请佛注释 转法轮 随喜忏悔 以诸圣根 回向众生 及佛道 这一首 祭颂 前面三句 包括了 前面七愿的功德 一者 礼敬诸佛 二者 称之恩 乃至呢 七者 请佛注释 那么就包括了 这七个愿 回向众生 及佛道 回向众生 纯粹是利他 回向佛道呢 就包含了 自他而利 因为呢 希望自己啊 跟众生啊 都能够成佛 那么在这个寄送当中啊 他没有说到 回向真如 为什么呢 因为众生跟佛 都不离开真如 所以这里省乐 所以这个寄送呢 就合送了 就是啊 合送啊 后面的这三个愿 接着几二 总送恨愿 分七 分七颗 这里我们就 稍微说明一下 这里是几二 前面的吉 是分送十愿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这个地方呢 是总送恨愿 总的来称送 普贤恨愿 前面这个分送 十愿的时候呢 对这个后面的 三个愿 是合送 也就是呢 对于这个 长学佛学 跟恒顺终生 有所省略 后面三愿 合送起来 我们只看到回向而已 没看到 长学佛学 跟恒顺终生 这两个愿 省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将这两个愿 再加以称送 并且说明啊 这个普贤恨愿的 不是一切多境界 更一 略送第八愿 也就是长学佛学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坑 供养一切诸如来 给予现在十方佛 未来一切天人师 一切意乐皆圆满 我愿普随三世学 速得成就大菩提 前面两句 我随一切如来学 修习普贤圆满恨 这个普贤恨是 称合法性的恨愿 一即一切 一恨即一切恨 一切恨即一恨 所以说是圆满恨 供养一切诸如来 给予现在十方佛 佛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曾经供养诸佛 所以我普下也学习效法 供养一切诸佛 未来一切天人师 这个天人师是佛的十号之一 未来一切天人师 也就是未来诸佛的意思 一切意乐皆圆满 这个意乐圆满 有至他这两方面 至圆满 就是自己心中的意乐圆满 也就是普贤不是自己 好要修学普贤恨 他圆满 就是能够圆满三世诸佛 心中的意乐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佛好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们利益众生 佛内心就欢喜了 那么这是他圆满 我愿普遂三世学 树得成就大菩提 这是精进勇猛的学佛 就能够迅速的成佛 接着更二 广诵第九愿分四 详细的称诵恒胜终生的这个愿 分成四段 心一 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 所有十方三世诸 广大清静妙庄严 纵会围绕诸如来 膝在菩提树王下 十方所有诸重生 愿力忧患长安乐 获得圣身正法力 灭除烦恼尽无余 所有十方三世诸 广大清静妙庄严 广大清静妙庄严 这是说明的佛刹理庄严 所有跟前面所讲的一样 是我们内心当中 所具有的 这个诸佛刹图 那么这些诸佛刹图 都是广大清静具足庄严的 众会围绕诸如来 众会就是环海会的大众弟子 西在菩提树王下 每一个岔土都有佛 每一专佛都在菩提树下 成等正觉 度化众生 十方所有诸重生 愿力忧患长安乐 那么这是菩萨的心境 那么也就是 不会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个众生 之所以为众生 就是不能够离开忧患 为什么呢 因为造业 所以受苦 所以藏在忧患当中 现在这个普贤菩萨 教化众生 实力众生 能够舍离忧患 就能够得到安乐 获得圣圣正法力 就是能够得到 佛法圣圣的利益 也就是出离三戒 来自成佛 灭出烦恼 尽无余 这个烦恼有出有戏 烦恼是出离 习气是戏的 尽无余 就是这个出跟戏的烦恼 都灭尽了 这个叫尽无余 那么这个时间也差不多 今天我们就说明到这个地处 向下文长 富于来日 回向 下文长 下文长 下文长